大家好,我是楊 那這場生活中你一定很常聽到說 啊,東方的填亞式教育啊 很爛啊,很怎樣 這樣得不到好人才的 那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那我個人呢,作為一個就是東西方的教育 我都讀過的人 而且我應該都算是混得不錯啦 都算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學校 那我今天就要來聊聊說 西方教育的優點跟缺點到底又是什麼呢? 好,那當初呢,我也是抱著那種 外國月亮比較圓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出國念了倫敦藝術大學 那我去的第一年呢 其實中份的表現出就是 就是來自東方的那種感覺 我的那時候的個性是比較內斂的 比較不敢像這樣子跟鏡頭這樣講話的 那在班上也就是 一個有點自閉症的那種感覺的人 那西方教育我喜歡他們出來的人的一個特點是 他們非常勇於發問這件事情 或是就是班上老師說 欸,那誰有能來解這題啊這類的事情 那每個人都會像妙麗一樣 我,我,選我的那樣的感覺 那這件事情是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其實大家都應該要踴躍的去表達自己所想的 就像現在你對我的影片有任何感想 你也可以在底下踴躍的留言 但是呢,像我們自己的課堂 大家一定也有感覺就是 當老師在問說 這題要誰解的時候 大家都會下意識的 蛤? 最好不要跟老師對道言 否則呢,上來回答的那個人就是你啦 所以說呢,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呢 會有一種 我們沒有主動去抓住機會的感覺 比較像是逃避的事情就是 啊,我們穩穩的就好 但是我不想要爭取出頭的機會 就其實也有一點儒家思想 就是說我們不要當出頭的那個 我們稍微內列一點等等的 那其實在你的事業跟學習方面 我認為你是可以多多去爭取的 像對你的職業會是比較好的 那再來呢,我認為他們的社會氛圍 乃至於所有學生來說 他們都是相對於比較開放的 比較就是社交自由啊 然後比較就是該怎麼講 注重他們當下的生活 比如說呢,經過這次疫情 你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西方有一些國家非常的慘的原因 就是他們人民幾乎是不儲蓄的 所以他們呢,其實就是 我這個月賺了三萬塊好了 那他就會把這三萬塊 假設剩下了幾千塊 那他可能就會拿去喝酒 拿去跑夜店等等的 去把這些錢花掉 他並不會想說 我每個月要存多少錢 之後呢,我什麼時候可以退休 他們並不會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其實就是他們的教育所造成的 就是說 他們要的是當下的這個快樂 我每一天都要活得非常開心 那我們的個性比較像是說 我們要為長遠的未來做打算 我現在呢,就是先苦後甘嘛 那這件事情在我這個藝術領域 導致的最大的缺點就是說 他們的人,我認為初期的創造力 就是在同樣沒有什麼訓練的情況下 他們的想像力、創造力 是會比我們更豐富的 但我們的想像力 有時候會受限於就是說 穩扎穩打 我們可能會去比較害怕說 那我失敗了之後 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他們比較想說 欸?這件事情很有趣啊 我們先不要管會不會成功 反正我覺得很有趣 我們就來做吧 那這是我認為他們的優點 那缺點的部分呢 欸?很多人不知道了 那我這時候就要來 大力的幹掉一下 就是我那時候在英國待的那幾年呢 四年其實真的是有很多地方 讓我覺得很不開心的 所以我後來才回來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認為他們教出來的人 真的很智障 就是我試圖服裝設計嘛 通常會上打版的課程 老師可能會說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右邊 是另外一邊 那這時候呢 就會有他們的學生跳出來說 噢 不是右邊 所以 你是要我從左邊開始畫嗎? 你不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你知道你自己現在在幹嘛嗎? 的那種感覺啊 就是 除了右邊之外 另外一邊不就是左邊嗎? 他們就會問類似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的 踴躍發望很好 可是他們的智障問題也很多 而且有時候他們的理解能力 空間概念等等的 其實我認為是因為他們的 國中小啊 高中的教育都沒有做好 所以變成是說 在跟我們同樣在做大學學習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覺得他們很笨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 連我們的老師 常常都會做這種事情就是 20加上15 那我們反應量非常快 35喔 答案馬上就出來了 可是他們呢 很可能就會在紙上寫 20加15 畫一條線 35 好答案是35 這是這個老師 也不是為了教學 而是他們所有人 都會去做這件事情 甚至呢 很多歐洲國家的人 是不太會被 所謂九九成罰表 這種東西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正常的 可是他們的教育完全不會教這點 所以就變成是說 有時候我會真的覺得說 他們的人是不是智商有點問題 兩位應該是低能兒 所以我這次也是認為說 他們的教育的缺點 就是平均數值拉不上來 那再來第二點呢 是我最最不能接受 覺得住在那裡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沒有所謂的道德觀這件事情 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我們會覺得說 我是後來的 我排隊很正常 然後我們互相禮貌啊 或是走在路上 我讓個路之類的 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可是在他們的社會中呢 這個可能是屬於比較上流的人的 才有的東西哦 就是你在路上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你會覺得 違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有時候我在倫敦待久也會就是 我為什麼要管 就是紅綠燈這些事情 這件事情很常發生 而且我跟大家講說 你現在去銀行辦銀行卡 多數的亞洲國家 基本上 你當天去辦 馬上一兩個小時內 就會拿到卡片了 是吧 大家的國家都是這樣子的吧 但是在歐洲呢 你拿到卡片 常常需要一個禮拜到一個月 甚至超過 就巔峰時間 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你才可以拿到你的實體卡片 我是講認真的 這件事情絕對不講 我之前也有拍過影片 所以這種道德觀 跟這種效率來說 對我來說就是 我會覺得 這是他們的缺點 他們的人 就是因為太開放了 沒有什麼壓力 就覺得說 我自己快樂最重要 其他人快不快樂 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這件事情不重要 這就是他們的教育的確定 也是導致他們的社會 現在陷入這樣的困境的一個 我認為是主兵啦 但這就是他們的文化層面 有捨必有得 他們得到的可能是當下的快樂 但是社會會呈現一個 怎麼樣的氛圍呢 這其實也就是 我現在要講的下一點就是說 他們的人實在很懶 就是呢 你如果在歐洲住過的話 你常常會發現說 室友 尤其是某國來的人 其實 他們常常會把盤子之類的東西 都堆在洗手台之類的事情 他們可能一個禮拜洗一次餐盤之類的 這種東西都很常見 或是只要有公共的事物 他們就會盡量想辦法不去做 那我覺得他們這種特別爛的個性 其實你也可以看地獄廚 在地獄廚這種實境 結果其實你會發現 裡面有非常多個性爛到爆炸的人 那基本上其實也是他們的屬性 有沒有把他們的文化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總結下來 我認為東西方的教育的優缺一點 主要來是說 西方教育它是上限很高 可是下限是沒有下限的 就是說上限很高 比如說像是馬斯克 賈伯斯之類的 這種就是非常新創的公司 為什麼常常出現在歐美 就是因為他們的社會氛圍 真的非常的開放 非常的歡迎 你有新的想法 就是你積裝衣服 你有什麼新的想法的時候 不會像我們東方社會覺得 這個人是不是有病 的那種感覺 就像有時候呢 我連這個領口 我之前開的比較開的時候 都會有人跟我說 你先給我把你的領口 先把它扣起來 再跟我講話 我都想跟你講說 這衣服本來就是這樣穿 你全部扣起來才像白癡好不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的事情 就是你連別人 扣子要不要扣好 不關你的事情的事情 你都覺得說 你就是要照我的話去做 這樣才是對的 可是其實你沒想過 每個人本來就有自己的權利 就想說 我今天要穿裙子 我就穿裙子 我要穿褲子 我就穿褲子 我想穿什麼 那是我的事情 跟你一關 大家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呢 他們的上限高就是 他們更容易出現這種 新創非常厲害的人出現 那這就是他們的人 如果本身努力 本身就是道德觀等等的 就是他天生具備的這些個性的時候 那他就會變得非常的厲害 我說下限的原因就是 像我的同學們 或是你日常生活上遇到的人 其實大家不知道 在歐洲你以為很富有 但是其實 倫敦哦 幾乎走到哪都會看到 很多的流浪漢 就是在地板啊 就是睡一些紙箱之類的 這是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所以我說 他們的上限高 但是下限真的是非常的低 這就是他們的社會的問題 我這邊也順便給大家聊聊說 怎樣的人適合出國留學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你一定要自律 然後再來就是 你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認為這兩點是你最重要的能力 你知道你的目標在哪裡 而且呢 你會想辦法盡你全力去執行 達到那個目標 那我覺得只要你具備這兩點 那你可能是適合出國的人 那在那樣的環境下 你可以更可以去開發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像是我想做YouTube這件事情 我也是到了英國的第三天吧 然後我就開始拍了YouTube這個節目 所以其實也說來很有趣啦 我個人的想法是 其實你的學科這種東西 我還是不喜歡西方那樣的教法 就是我原本也是武林高中嘛 我也算是明星高中第一志願出來的人 所以我的學科能力都是很好的 我可以很好的把書讀好 但是在書讀好的同時 我建議大家也去培養自己的興趣 比如說像是攝影 比如說我可能會彈其他 我會彈鋼琴 然後我會打高爾夫球等等的 很多事情 我其實都會去涉略 我其實都會去懂 所以我建議大家是說 你至少是持一個開放的心態 但是用嚴謹的方式去帶人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 東西方融合最好的一個解法 好啦 那今天就是刀刀剋剋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實在看到網路上太多就是 關於這方面錯誤的資訊 就是把人家捧得很高 或是把自己講得怎樣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都是不恰當的 就是各有各的優缺點 只是看你是哪類人 你適合怎麼樣的教育方式等等的 那當然這也牽扯到你自己的家庭 所以今天就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去過兩邊之後 我實際上的看法這樣子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也別忘了不要點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見啦掰掰